我經常跟我身邊的朋友說這輛車我一輩子都不會賣 這輛是 1990 年的 GT-R 32 當年在澳門大賽車,長谷見昌雲就贏了整個賽事 贏了地行尼納 自此之後,32在汽車界都變得很出名 當年這輛32推出時是一個非常聰明的車 它有四輪轉向和有聰明四驅 讓車主正常駕駛時就是後驅 它一滑起來就變成四驅 我覺得這些古董車 我最想接近原廠的副廠改裝品牌 特產是Nismo 包括我換了Nismo錶板 Nismo波棍頭 車底底膽的底膽 其實我所有都換了Nismo錶板 車頭我加了Nismo的入氣頭 車頭蓋這塊東西當年都是Nismo的選擇 另外一套LINK 我換了Nismo的LMGT2 找一間美國的LINK鋪頭做一個Rebell 所以你看到其實比起普通的LMGT2 是深一點的 倒後鏡我用了GZ的絕版倒後鏡 我想現在上網都賣差不多兩萬多元 我覺得線條很突出 尤其是四眼尾燈 這樣才可以突顯GT-R的精髓 很遠都看到車已經知道是GT-R 我最喜歡其實是尾沙板的滑彎上的位置 就會變得好像拋了出來 令到線條很兇 車好像很瓦炸 有些人會說GT-R 鯊耳是一個哥斯拉 但我自己就覺得其實它像一條鯊魚 尤其是它的頭泵板的位置 斜斜地下來好像一條鯊魚 我想我幼稚園高班的時候 每一次上課都會抓住跟我說GT-R 甚至乎是畫的畫 所有東西都是圍繞著GT-R 家人就在床底找一張畫 原來我當時那幅畫應該是在畫救護車 但我竟然在救護車裡面寫著GT-R 我最初接觸GT-R 32其實是在頭文字D的動畫裡面 我記得我小時候大約四歲 我一看到中理藝就問 為何這車這麼帥 其實我比較喜歡一些深色的車 我想我想起的話 可能只有水藤經一的EVO 3 以及中理藝的GT-R 32 記得有一次我吃完飯 我爸爸就打給我 他說下來吧 一下來樓下就看到灰色的全圓裝GT-R 32 其實短短的十多二十分鐘的車程 我都很深刻 它每一下轉波加速 甚至乎是引擎的聲音 我現在都很記得 試坐完之後回到家 其實那天晚上是睡不著的 事情是有點感動的 當時我都跟自己說 我長大了一定要買一部32 因為我比較喜歡一些 較為現實的感覺 新款的GT-R當然馬力 會比現在的30年快很多 但我覺得已經是 沒有了駕駛古董車的感覺 坦白說這輛車我差不多是一至兩星期去車房一次 做完這件事又壞了第二件 有時其實都會心灰意冷 覺得很疲倦 但有時你玩這輛車就是要這樣 半年前有一個朋友 其實很喜歡我這輛車 當他給我這個金額 其實那一刻我真的心動 因為那個金額是絕對可以給售期的 但最終我回覆他 其實我真的太喜歡這輛32 就算我賣了給你 我怕我這一輩子都會後悔 好像看著自己老婆被駕駛走了 我最希望他日 可能我的兒子 我都會留給他駕駛 可能車頂到的話 我都會讓他駕駛 當然第一 他們先不要嫌棄我這輛舊 我連扮一個廚師都扮得不像 只不過我很喜歡煮東西 還有我煮東西很美味 希望大家多點支持 王仔教主